檔案開始講 因為主要 如果你要直接抓網頁的話 你按右鍵檢視原司碼 你會發現原司碼裡面的話 有這麼多東西 原司碼這麼這麼這麼多東西有沒有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標籤 如果說你要找到某一些標籤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要學第一個按右鍵 可以檢視原司碼之外 如果你要找這個table的話 你可能要找這個table的左上角 位置最接近的物件 按右鍵有個檢查 你也可以按右鍵檢查之後的話 他會秀出說這個 這個裡面標籤的相關位置有沒有 像這個位置就是這邊 你會發現他這邊有個操連 往上你可以往上捲動 他會跟你講說 這邊有個table table的有沒有 table有沒有標籤 table的ID叫什麼 Style的話 他就相關他的那些相關的樣子 不用管他寬度等等 然後我們主要是要了解 他這個table 以後要抓你可以用ID去抓 你也可以用table的標籤去抓 那再往下的話你會發現他有TR 有沒有 每一個TR 而且這邊都可以收折的 TR指的是table row 哪一列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TH TH就是他的那個 我剛剛講HEAD嘛 有沒有 所以連這邊都HEAD 那再來的話就是他的 他有的TBODY 有的沒有 然後又有一個table row 每一列每一列 table row裡面有TD TD的話就是他的儲存格 OK 所以一定會有這種關係 主要我們抓最多的其實還是table啦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你要對旁 右邊的這些東西非常熟悉 就沒有抓不到的下 抓不到的東西 因為其他右鍵很多秘密都藏在這裡面 所以很多東西你別就是如果外行人是抓不到 但內行人一看就知道你到底搞什麼鬼 那我就知道他怎麼見招拆招了 OK 那背後當然還有除了說網頁上面的訊息之外 可能還要再針對那個網址列上面 就是說他給的訊息做一些判斷 因為他網址列如果就有問號有沒有 那個會執行什麼樣的參數 通常叫GET啦 如果說上面沒有任何參數 你要執行什麼動作 他才會把資料吐出來的話 那可能要POST 那抓的方法又不一樣 這個我想我們之後再慢慢跟各位說明 那因為網頁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先從比較不複雜 但是也是在網路上面的資料 一般最常用到的 我前面講過像CSV 如果這個CSV 那你要怎麼把它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 Judson Judson 可能用越來越多 再來是XML 應該都有聽過這些檔案格式吧 而且還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開放資料呢 就是廠商他可能直接就是把資料 放在那個 某個網址上面 那你去把它抓下來就OK了 或者以後的什麼呢 以後的那個物聯網 任何的機器本身 他可能就會是一個webserver 內建一個webserver 如果你要抓那個物聯網的東西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 就透過網址去抓他裡面的資料 他也不用直接丟給你 你可以主動去把他的資料GET回來 那GET回來也許就是用這三種的其中一種 不過看起來好像 這個雖然目前用的最多 可是好像Judson是後期之秀 一直常常聽到大家都很喜歡用Judson 可是看起來好像又沒有那麼多 也許目前啦 以後應該會慢慢用 因為雲端資料庫 他也是用Judson 那Judson其實沒有 其實你也不用把它看成一個新的東西啦 之前我們有講過字典有沒有 Ditionary 的那個格式 其實字典就是Judson 其實一個只是說放在網路上 名稱叫Judson Python裡面叫字典 所以你乾脆把它當字典看待對不對 可以啊 只是說他這個東西 最早是從JavaScript出來的啦 OK 所以Js就是JavaScript 那all的話就object 他就把它當一個object 一個物件來看待 所以你載進來就可以當物件 那物件就等於物件點 他裡面有個屬性 把那個屬性抓過來 然後類似有這種概念 那所以呢第一個我們先從CSV來看 那CSV呢以前我們的做法這樣 當然以前我們本來是點下去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下載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下載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有沒有 點擊他他就下載 那以前的做法怎麼樣 就是呢你可以open他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open進來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我就講 他在低時跌底下 所以我就是建一個新的module 按右鍵新的module module的名稱叫PM25 然後底線CSV 那我就把那個名稱呢 把它放到這邊來 貼上 但是他那個我沒有搬過來 所以他要低帽號 我是在低帽號 低帽號 斜線 那前面加一個小r 就不用再加兩個斜線 然後呢我一樣把它讀進來 接下來我判斷他的encoding是不是UTF8 所以我可以直接按右鍵 把它按編輯好了 不要用那個ecel開 編輯的話 再定存新檔 我的習慣用這種方法 UTF8沒錯 OK那我就怎麼樣了 我就直接就把它open進來 然後把它全部讀進來 當然你也可以用realize realize就是裡面的所有的行 那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read read是把它全部資料讀進來 放在一個s串 一個的變數 兩種方法其實都可以 只是說如果你用自串的話 你可能還要再手動spread 但realize就不用 不過我記得realize好像讀進來 有一點點問題 我就先用read的方法 然後把後面的換行切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按右鍵 編輯一下有沒有 這個第一個是它的什麼 藍位名稱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一定是個換行 所以再把第一列是藍位名稱 第二列第三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個別的 它有什麼 這可能監測站 限制吧 然後它的pn2.5的值 然後日期 時間有沒有一個藍位 所以1234 然後目前的這個應該是它的單位 單位的話 MuG 百萬 微客 然後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些資料全部抓到 我們python裡面的話 那我就把它spread 用n 然後切割之後的話呢 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 一個一個的 放在這個list 所以這個list裡面的話 切割完之後 它就變成中瓜糊 然後這個放進來 這個放進來 然後逗點 再放下一個 再逗點 最後就是一個中瓜糊結束 但是呢 它只是一列 如果我要再切割開來 假設我希望切割 那就再把逗點切割開來 切割開來做什麼 我希望不要用逗點 我用那個什麼 反斜線T好了 就中 穿那個定位點 tab 那我就怎麼樣 再來先輸出一個 上面的藍位名稱 藍位名稱這邊是英文 都把它改中文 然後 中間加反斜線T 然後再來就是跑個回圈 把它裡面從 第二個 因為我要避開什麼 避開藍位名稱 這個不要 從這邊開始幫我抓 然後呢 抓到哪裡呢 抓到 最後的 減1 可是你想說為什麼減1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資料的最後面 這邊是看不到啦 如果你用那個Nordepay加加的話 這邊是有一個 一個反斜線 但是這邊結束就沒有了 OK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多一筆的話 會含錯誤 OK 如果沒有減1的話 會出現錯誤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然後 再把它切割 放到List2 並且幫我把它全部print出來 讓我們看一下結果 OK 這個好像前面有做過 對 這邊會出現說 它這個 no search file 它找不到 找不到的話就是 副檔名沒加 CSV OK 那這樣的話 它應該就可以讀得到 OK 讓我們把它執行 OK一下 你會發現就全部讀出來了 在這地方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它有資料 這邊的話 私運轉 實際上 它這個側站 裡面的資料 我想 應該也有點類似用那個物聯網的概念 就每一個監測站 自動就丟到server上去 OK 所以以後的話會有很多這種監測站 它會自動 它本身應該也是一個server 裡面那一件的server 物聯網的概念 那你可以用Arduino 你也可以用樹莓派 Risberry派 所以如果你對樹莓派或Arduino不熟的話 可以也許可以玩玩看 以後這種東西應該會越來越普遍 像是無人商店有沒有 其實你就弄幾個樹莓派或Arduino 把它互相串在一起 資料可以互相傳遞的話 也可能還是有個server 那你就可以去控制所有的商品物件的狀況 不過這怎麼去做 可能每一家的那個solution都不一樣 所以也許你也 假設你們如果有機會參與的話 也可以 這個是不錯的經驗 所以以後如果要找工作 最好可以找那個經驗 是未來會不斷的被使用 至少超過十年 那你可以確保你至少 這十年不會再失業了 OK 我是這樣想 因為那個技術如果說 它可能再過個幾年 就又沒有人要用的話 那你可能又要面臨到 你要重新再學一個新的技能 OK 所以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邊把它輸出 可是問題目前是怎麼樣 目前是我們要點這個把它下載 之後才能看到結果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會有個需求 如果我今天不要點 因為你點下來變檔案了 假如說我不要點 我不要下載 我就直接從這邊知道它的連結就好 可是我怎麼知道它的連結 幾個方法 一 按右鍵 你可以檢查一下 其實檢查也會出現 它的連結在這裡 你可以點兩下 按右鍵好了 其實可以嗎 Copy它的這個 Copy它的那個 Element 就是它目前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不要開檢查 你可以按右鍵 其實它這邊好像也有一個什麼 複製連結網址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 複製下來 再利用我待會兒講的一個module 叫request 用request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我們先用第一個 有點複習 之前講過的那個 就是抓檔案的部分 那其實抓網路資料 其實只是把開檔動作 轉換成就是抓取網路的串流 一個是開檔之後的那個結果 一個是串流下來的那個 一個結果 其實只是說 方式不一樣 但是結果是一樣的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來看那個後面的